字幕君 哈囉 各位喜歡ROR的朋友們大家好啊 今天呢 來打這個副本 無名劍4 副本出很久了 我是沒有來打過 那就是 這幾天呢 有空來打第1次 那麽呢之前我有看到有些youtuber他們是有來打 我看應該是看無屬裝就可以了 所以呢我今天就穿了看無屬性的裝備 那主要輸出的魔法我可能就是前面的怪物 我都會用無屬性的自然波去打 搭配其他一些大地盆場去打 那最後尾王我是想用風屬性自然波去打 看能不能比較快的把它解決掉 你看一開始這邊我就按的不太順手 因為沒有來過 我還在摸索還在看 加速一下 那這邊應該就是同步硬盤然後戰鬥模式 我是選戰鬥模式 等下就會出現 喔這樣就有了 那等下進去也是戰鬥模式 你看 好這款遊戲你看 他的 那他配樂 配得很棒吧 那我是自己一個人來打 那因為我看人家自己一個人打得過就來試試看 好這檔一共打了大概十分鐘啊 因為第一次來打不清楚流程 所以這邊基本上一開始這邊 我是穿這個抗霧裝 我看我大概97 然後如果比較痛的話我會再吃那個 藥水 這個防藥水就會變100 好 但這樣子傷害就比較低 那基本上 看無裝 然後 無屬性的輸出 還蠻OK的齁 這邊前面稍微加速一下 那這邊地圖 如果你看其他的youtuber 他們有詳細的解析的話 應該 他會跟你說怎麼走 我是 我是就是 想說就隨便走一走來看看 到底這個副本 會不會很難 因為我以前一直認為說這個副本 很困難 應該是很困難的 所以我之前的生物 研究卷那些 我都是去打 戰時者 風物的咒願來換 然後再做那個通靈杖 西里亞通靈杖 那這邊基本上就是把小怪打一打 他就會讓你到下一邊 因為我 我穿的裝備是 看武 然後又 穩金蟲 所以基本上會比較穩 如果沒有 這兩樣的 裝備的玩家 可能就 會比較難打一點 我也不知道 不然下次我就會 因為我打了這一次之後 我還是有自己來打 還是有自己單獨來打 也是都蠻順的 可是我也是都有穿抗武裝 跟 黃金蟲盾 如果沒有黃金蟲盾的話 應該會比較痛 因為他剛剛那些小怪會有魔法 就是大概地圖繞一繞 小怪狂一擋 還會掉生物研究卷齁 大概NPC 天一天 我覺得 如果多來幾次的話 應該時間會鎖短 大概知道 大概知道 怪狂是怎麼出的 在這邊掉天地素牙 拿起來吃 這邊都是打小怪而已 就是繞地圖 打小怪 這邊大概就是刀 平時間就是刀王的部分 這邊我就切 無屬性裝 不 喬伊亞裝 風屬性增上裝 大概就是風屬性自然波增上裝 這邊要選全數到期 火王就開始出來了 那這邊傷害一開始還不錯 阿 可是他會轉數 當然 打到一半的時候 他 我就發現 欸 你看現在我打不到他了 他就轉風屬 所以 這邊打起來被打得蠻痛的 所以 因為我放博物牆 所以沒有被馬上 因為打不到 所以我就把 那個 精靈切成無屬性 然後再放了無屬性 然後再放了無屬性 才可以 我這邊打起來還ok 大概70幾塊 他傷害也還好 因為有抗無所裝 那這邊如果 我之後有來打 他這個 我圍起來之後 裡面會放怪 那放怪你要打掉 你 我沒有打掉 如果四隻都沒打掉 直接 傳送之後直接秒殺 我就被秒殺掉 那打掉一隻的話 就會還會殘血 所以如果他開始圍起來的時候 記得一定要 把至少殺掉一隻 才不會被秒掉 那這個部分 基本上我打起來 我是覺得 還好啦 不會很困難 而且 時間 也不會花費很多 還蠻好的 好像這種 短時間 就可以解決掉的副本 然後又有 又可以有打寶性質 我覺得不錯 那喜歡的 朋友們 也可以來試試看 那組團的話 應該是會更好打 那今天影片 就介紹到這邊 希望大家會喜歡 掰掰 拜拜 來吧 來吧 好